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凌鱼珍特别指出 忘记卖家将思考这样一个核心问题 这个季节或者今年流行什么 是否能让消费者愿意将商品先放入他的购物车 在2017年中忘记 由于选品策略失误 对海外市场了解不充分等因素 卖家们大量的备货变库存 而一些大卖家做得越久 库存积压也越多 从2018年上半年年报来看 轻库存已经成为加制链等部分大卖家的头等药物 库存是卖家对来自消费者的预测没有很好的把握 因此不论卖家怎么做 当有几十万SCU之时 很难没有库存 林于珍说道 他建议卖家通过工具了解消费者的需求 实现智能洞察 当卖家预测什么品类 在哪个市场即将流行 那么供应链与营销就该往哪个方向倾斜 只有在营销策略与卖家观察到的主轴有较高的重叠性 产品售卖出去的成功率才比较高 且有机会将低库存的风险 并不是今天推100个广告 看客户买哪个 而是从数据层面 挖掘消费者对哪些类型的产品感兴趣 然后针对这类产品做大概20种广告 做更好的优化 另外根据以往数据分析 谷歌方面也看到了旺季的一个大的趋势 在欧美一些成功市场 移动端的占比正在不断增加 我建议卖家能够关注移动端 这里的移动端不仅仅是APP 也是移动网站 卖家如何提供更好的客户体验 更高效的访问方式 以及更好的产品产业链运营方式 将销售额做好 人费力迹 楙 留 forum